洋葱炒鸡蛋,到底先炒洋葱还是先炒鸡蛋,很多人都搞不明白 首先,我们要挑选这种扁的母洋葱 母洋葱要比公的洋葱更好吃 洋葱我们给它切成这种块状就可以了,用视频中这样操作 把洋葱用手给它剥开,不让它粘连在一起,炒制的时候才能更好的受热均匀 洋葱切好放入碗中,另外准备一个空碗,往里面打入五个鸡蛋 鸡蛋打好以后,往里面加入半勺盐,增加底味 再来半勺味精,半勺鸡精 我们在搅鸡蛋的时候,筷子一定要挑起来打 让空气融入蛋液中形成气泡 这样炒出来的鸡蛋才够蓬松鲜嫩好吃 开始烹饪,起火热锅,加入稍微多一些植物油 油温六七成热,我们下入洋葱给它过油 这个时间在六七秒就可以了,不要炸的太久 然后倒出控油 然后把洋葱倒入鸡蛋里面,用筷子随便给它搅拌两下 刚才的锅不用洗啊,再加一点点油在里面 把洋葱和鸡蛋倒入锅中 保持中小火,少只推动,让它受热均匀 洋葱炒鸡蛋,很多人的做法都是先炒鸡蛋啊 今天这个做法是先炒洋葱 按这个方法做出来的洋葱炒鸡蛋非常的滑嫩 而且洋葱不容易变色 每天都给您带来最详细的做菜教程 如果你每天不知道做什么,吃什么 可以关注一下到我的主页里面找灵感 把鸡蛋炒到刚刚熟就可以了 不要炒的时间太长 大家看一下,按这个方法炒出来的洋葱鸡蛋非常的滑嫩 鸡蛋完全包裹洋葱非常不错啊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